作曲 李宗盛 而阿文仍然坐牢 刚刚接触李婆婆的时候 我每次见到她都不言不语 就好像有千万个未解的心结一样 后来知道阿文的事 我尝试问一下李婆婆 你是不是很想念她的儿子 她听到之后 默默流泪仍望着我 我就决心想帮这位老人家 完成她最后的心愿 今次见面对婆婆很重要的 阿文还有六年才出来 我怕婆婆 我主动打电话给监狱的福利官 希望她可以给阿文和你婆婆见面 但是因为阿文的犯罪性质而不重 程教署一直都没有答应 一日 两日 三日 经过多次的游说之后 福利官终于都答应了 程教署非常重视今次见面 我和柱方 是之前进行在连串的安排 我担心你婆婆身体挨不住 见不到的儿子 所以隔日 我就会到老人院探望她 鼓励婆婆 婆婆 你一定要吃饱着暖 等着记得阿文了 终于 来到这一天 阿文 阿文双眼流着自责 内疚的眼泪 她和妈妈惭悔 希望能够原谅她的不孝 承诺将来出狱之后 会重新做人 你婆婆 一直轻抚着阿文的头 半句怨言都没有 本来希望出狱之后 可以好好照顾妈妈中老 但是阿文知道 这个心愿 永远都没有机会达成 阿文 要说再见了 这一句 我很不情愿地说了出来 因为我知道 好感动 而且妈妈好像将她一些 临终的遗言 说了给她最想讲过的人听 我们是对人的工作 我们不是对着一档案 一些数字 我们要用人为本 出发去跟她做 每个人 她想的东西不同 我们要听 聆听 善中服务不是一个 我们都希望尽量 做得到多少 我们觉得 这是我们团队的心愿 我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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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